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啊 咱们去讲解一下 义父语就是当中的这个多重判断 那首先呢 老师在这一小节啊 先带着同学们一会儿去看一下 多重判断它的一个应用场景 然后第二步呢 我们再去学多重判断它的语法 那首先啊 我们以一个问题的形式 让同学们去看一下 多重判断到底什么时候去使用 那比如说 老师这里提一个问题啊 我们在中国呢 一般呀 是18到60周岁之间的人 才能参与工作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一般的法律规定说 小于18的是不是为同工 是不能工作的 如果是大于60的呢 一般在国内 是不是就是退休的年龄 当然我们排除一种可能性 是什么呢 比如说 这位大于60岁的 业绩非常突出 岗位也急缺这样的人才 我们大于60 把他反聘回来了 对不对 这种可能性 咱们排除在外啊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年龄 是不是能参与工作的时候呢 有第一种情况 小于18是同工 不允许的 如果是18到60周岁之间呢 是能工作的 这是不是第二种情况 如果这个人的年龄 是大于60的 我们应该输出 他是退休的年龄 这是不是就是第三种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同学 想一个问题啊 三种情况 要让我们去判断 用原来我们学过的if 或者if IELTS 能不能实现呢 同学们想一下 如果是单独使用一个if 那是不是就只能 判断一种条件 如果是if IELTS呢 是不是要么就是这个条件成立 要么就是不成立 所以是不是相当来说 if IELTS就是两种情况 那么但是我们刚才 所思考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有三种情况 需要我们去判断 那这个时候 在工作场景下 我们要怎么办呢 哎那非常好 就要请出我们的多重判断了 那就是说 多重判断 可以同时判断 多种可能性 那同学们来看一下 多重判断的语法啊 是这样的 它也是要基于if 先来一个if 然后空格之后呢 跟条件一 那是不是冒号之后 跟我们if是一样的 是不是 PiXamo自动回车 换行缩进 当然啊 回车需要我们自己 是不是自动缩进 去写条件一 成立执行的代码 对不对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了 第二种情况怎么办呢 再来一个 IELTS 空格写条件二 这表示第二种情况 但是同学们这里要注意啊 条件二前面的英文单词 是IELTS 但这是不是一个英语里面的英文单词呢 它不是 它是E-L-S-E-IELTS 一幅的缩写 因为我们Python就宣称语法简单吧 对吧 它就让我们少计单词 采用了一些缩写的形式啊 IELTS 那空格取根条件二 冒号之后 是不是还是一样 回车换行 PiXamo是不是自动缩进 我们就可以去写条件二 成立执行的代码了 那么但是同学们注意来看啊 在第九行呢 老师加了一组省略号 那老师加省略号的意思是什么 同学们想想 哎 是不是就是这是第一种情况 这是第二种情况 如果有第三四五六种情况 那分别连接IELTS 加条件三条件四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对吧 哎那也就是说 这里边按需求 可以连接多个IELTS 那每个IELTS 是不是代表一种可能性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啊 当接下来整个IELTS 写完之后 同学们注意往下看 它也有一个IELTS 那这个IELTS执行的代码是什么呢 IELTS表示的意思啊 就是以上情况 要是都不成立执行的代码 我们放到IELTS里面去书写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多重判断 它的一个语法 同学们客下啊 把这个IELTS 去额外记忆一下 那其余的像冒号啦 像回中行缩进啦 那么这些跟我们原始的义服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对不对 还有那么同学们注意 往最底下来看啊 同学们来看 多重判断 有一个注意事项 说也可以和IELTS配合用 但是我们的IELTS呢 要放到整个 if语就的最后 表示以上条件 都不成立的时候 要执行的代码 所以这个IELTS 同学们切记啊 我们是放到最后的 没有那些 IELTS切记 一定要把这个放在 最后的这个位置 这个点 同学们要额外去注意啊 好了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把这个 IELTS if它的语法 讲完之后啊 咱们做一个回顾 什么时候用多重判断 当遇到多种情况 需要我们去做程序判断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用到多重判断了 那多重判断的精髓 是不是就是在 if的基础之上 我们连接IEL if去写其他的条件 可能性 是不是就行了 那如果以上情况都不成立 也要执行代码 我们是不是连接一个IELTS 是不是就OK了呀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啊 把这个语法讲完之后 老师把咱们的视频 稍微暂停一下啊 谢谢大家